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仙女们造型远远没有以前经典电视剧中的造型好看呢 近日又忙又专门把铁套论说 但凡仙女依着就跳不开大面积锄金冷色调 披肩长发挽个半计就算了 处事都舍不得多插两根金簪 妆容更是要清一色浅淡裸色 仿佛不搞出这幅清贫素景样 就不能凸写仙女们的清嫩托福不时人间烟火的样子 的确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仙女们就都变成一尘不染的白衣飘飘了 甚至在首饰上也是分华蛋 似乎想要塑造冰清玉结仙子的第一波 就是不让仙子打扮一样 比如清云之中养子的角色 在选话题材中 这个角色其实是属于颜值很高的了 可是在造型塑造上 很简单也很单调 甚至整部片下来并没有过多的装饰 不过也许是角色的关系 也不便有太多夸张的饰品 而在杨幂的三生三世时里桃花中 杨幂的角色则是天晴中品级很高的仙女 仍然是鼠精的衣服 甚至很多时候拆盘都没有 妆容也是鼠精异常 衣服就更简单 似乎多一点颜色 都显得不那么仙气逼人了 相比较于这些虚构的仙子人物 西游界中几位菩萨和嫦娥的服装 反倒是十分复杂 甚至可以说是十分华丽 金光灿灿 可是在这样的装饰上 却不能说这样的造型不装严 可见一个好的造型 对于角色来说真是太重要了 比如观影单位造型 其实相比较于如今的电视剧 真是太显华丽了 甚至在首饰上 也是很多光彩以你的地方 可如今的对比真是格外鲜明 不过这个角色的接受度 却是最高的 而嫦娥的造型 在发式上同样有凤凰有金光 甚至在衣饰上也很华丽 可是这个版本的嫦娥缺食观众 公认最清冷最有仙气的 除此之外 再看看那些剧照中的仙女们 是不是都很华丽呢 可见很多时候演技和气质 其实原比造型来的重要 而并不是插在一根发杂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